7點10分的麥當勞早餐。 得快點出發啦。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。 經過廟紫平大橋。 成都最大的湖,紫平潑水庫。 走中國熊貓大道。 山中大霧瀰漫。 一睜眼就看見妖媚風。 朋友說天氣好才會露面。 海拔6250公尺。 全球目前僅26人成功登頂。 就快到景區啦。 戴上12的牛仔帽。 準備搭觀光車繼續往上。 是野生牦牛群。 沿路的山景超美的。 雪都已經融化了。 雪都已經融化了。 四姑娘山景區分三條溝。 我們這次來雙橋溝。 最頂部的紅山林。 海拔3840公尺。 一下車就感覺缺氧。 整個人暈暈的,輕飄飄的。 走幾步階梯。 走幾步階梯就喘不過氣。 要隨時停下來調整呼吸。 只好走幾步拍拍照。 就決定坐觀光車往下逛。 這裡是布達拉風。 海拔3700公尺。 被全山擁抱的感覺。 旁邊還有小溪。 心情超好的。 旺季是在高海拔山區。 這樣一跑又喘了好久。 藏傳佛教的白塔。 轉金桶。 要摸一輪。 就當騎個福了。 大草坪好出片。 山上真的太美了。 但也越來越冷了。 準備繼續下山了。 到了四姑那錯。 海拔3588公尺。 主要看湖泊和枯木。 再拍幾張。 烏雲慢慢逼近。 決定坐車下山啦。 路邊有許多牢牛。 路邊有許多牢牛。 海拔3490公尺。 海拔3490公尺。 這裡有好多牢。 這裡有好多牢。 吃點牢牛火鍋暖身子。 此時的我已經開始低燒家頭痛。 起初以為是因為山上冷豬涼了。 吃感冒要幾小時後仍未好轉。 在有人的堅持下。 混到了民宿最近的醫護站。 老醫生馬上診斷我是高反。 讓我立刻吞掉兩大顆退燒藥後。 帶我到旁邊的小房間吸氧氣瓶。 說吸滿一個小時明天就會完全好了。 我只好乖乖坐在碩大的氧氣瓶旁。 還不忘法IG限動打卡。 身體明顯感覺好多了。 早早回民宿休息。 隔天起床吃了早餐。 就在民宿體驗穿脏服拍照。 脏服華麗但不失美麗。 不知不覺又拍了好多照片。 回過神已經中午了。 得趕緊下山了。 車子越來越多了。 接下來請欣賞美麗的山景吧。 北京ии紀元撾辛勢 lien通過島。 diesem懈感的殺害蠢、 興奮小藏社稻鳥的蜜物。 我也會叫他犯的山私。 這張 collabor期待會兒èvé畢奏。 Marriette spine在山中。 薛此Capfore看破。 這是一個天池而栩的財.. 終кус babys自我和なんて revol pres了。 我殺心涼、等下山幾重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